有些希臘人想耶路撒冷过节 朝拜天主 他们中有几个人 来走加利纳亚的贝达塞达人斐利伯 请求他说 先生 我们想拜见耶稣 斐利伯去告诉安德纳 安德纳就跟斐利伯一起去告诉耶稣 耶稣回答他们说 人只要受光荣的时刻盗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里死去 仍然是一粒 若是死去 才会结出许多墨粒来 那喜爱自己生命的 必会丧失生命 那在现世不顾惜自己生命的 必可保存生命直到永远 谁要服侍我 当跟随我 我在那里 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 谁服侍我 必蒙我父的尊重 我现在心神烦恋 我该说什么呢 我该说 父啊 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吗 但我正是为这时刻而来的 父啊 光荣你的名吧 这时 有声音从天上传来 我已光荣了我的名 我还要再光荣 站在那里的人听到这声音 便说 这是打雷 有的却说 有一个天使跟他说话 耶稣回答说 这声音是给你们听的 不是给我听的 现在 这世界要受审判了 这世界的统治者 就要被赶出去 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 我要吸引万民归向我 他说这话 是指他将要怎样死去 vision 统治者 如ras 如 Harvard 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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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ongs 宣家 伤家 伤家